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階段的美玲宫 说起美玲宫就是以前宋美玲和蒋介石的一个别墅 进去美玲宫下面就戴上一个口罩 现在在我身后的除了美玲宫之外还有一部车 这部车就是以前蒋介石的坐架 到今時今日還放在美麗宮門口 也有人去打納、打索一下 都保持得挺新的 因為今天比較早過來 所以沒什麼人可以慢慢看 看到後面有個美麗宮的平面堂 原來裡面是分上、中、下三層 現在第一個小室就是一個接待廳 以前那些奔客來到這裡 可能蔣介石、宋美麗都會和他們聊一聊 下到地下這層 一邊就是宋美麗的書畫展覽 另一邊就是間開的功能性 或者是隨從、秘書、時位、住的房間 現在在我身後一圈 都是宋美麗以前的作品 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山水畫 也是畫得相當之好看的 現在在我後面就是一個廚房 廚房其實都是一個中西合璧的風格 還有它有西式的焗爐 也有中式的鍋 也有很多西式的餐具 上來三樓 很多房間都是跟宋慶寧和蔣介石有關的 首先就是這個餐廳 報紙得其實是相當之華麗的 應該兩個人以前就經常在這裡撐桌腳的 看到這麼大的宋慶寧的照片在後面 一看就知道這個是蔣總統的辦公室 在場上還有蔣介石寫的字 現在在我身後就是中山寧的博愛牌坊 剛剛去完美寧宮的時候 就沒有搭那些路由點 中山寧景區的那個擺道車仔 反而搭了那些野雞的士 因為擺道車要等一段時間 不見到外面有的的士又上了去 的士的價錢其實很吸引 他說30元 30元見過這麼便宜上去 誰知道上去到去 司機就不斷地在售他自己的路由產品 他說你有沒有去過哪裏 天文台啊 音樂台那邊啊 100元一度啊 我帶來講解給你 我說了一大段時間 然後我怎麼都說不去 後來他就好像很生氣 沒有再坐我們 由這個博愛牌坊那邊 走到上來這裡 是要經過一條很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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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斜路 但不要以為這樣就完 因為這裏上邊還會有很多很多很多級的石頭上去 孫中山一塊無碑那個 碑後面其實也是一塊無自碑 因為當時國民黨的高層 就覺得孫中山的功績實在太過偉大了 根本就不知道寫什麼 在我身後就是孫中山先生的祭堂 門口寫著三文主義的三個字 然後裡面就是祭堂 祭堂裡面是不給拍照的 簡單介紹一下祭堂裡面是怎樣的 孫中山先生一個雕像坐在祭堂的中間 然後長的四周就寫著建國光耀 然後天花那邊就是一面很大的國民黨黨旗 然後那個雕像後面就是孫中山先生的墓室 其實我們都知道 南京以前是中外民國的首都 其實有很多很多民國遺留下來的歷史建築 包括有中山寧、兒和路 但是我覺得最最最最最值得去就是後面的總統府 在我身後就是這個總統府的大堂 一個很傳統中國風的建築 其實這裡已經有六百多年歷史了 因為這裡以前也是清代的兩岡總督府 但是它可以一直追溯上漢朝的時候已經有了 向前繼續走下去 就看到天下圍宮的牌匾 也就是孫中山先生寫的那篇 然後還有那些壁畫 應該不叫壁畫 那些畫就是介紹當時發生過的歷史事件 大家看看我身後的那棟樓叫紫超樓 紫超樓是總統府的辦公場所 裡面最有名的當然是總統的辦公室 通常總統的辦公室裡面都會有一堆人在這裡 它的辦公室其實是很小的 基本上你是要逼著去看 逼著去拍照 最後還是有一堆人在那裡 它的辦公桌是打斜放的 據說它是怕被人暗殺之類的 不會放在窗口的位置 在紫超樓出來 就會來到一個花園 這個花園應該是附屬於孫園的 這個花園其實是很大很漂亮的 所以其實做總統都很懂得享受的 選一個總統府在這裡 在這裡繞了幾個圈 我就發現這個1912 比昨天去那個露門東更加少人 所以我都很決定去西方 新街口繞一繞 或者是直接回去酒店那裡 去休息一下 坐一下 繼續大家吹一水 好過了 其實今天在南京繞的地方 已經是去到幾次了 只有剛剛去的那個 1912那個街區那裡 是沒有繞過過去的 其實在南京這裡 其實民國那時候 遺留下來的那些 舊建築啊 還有那種文化的感覺 其實都是很足的 不過我覺得 那種感覺最濃的地方 除了總統府 其實是蒲口那一帶 那裡有很多很舊的民國建築 包括那個蒲口火車站 就是那個朱志青 寫的那篇小說背影那裡 我爸爸去買吉 然後去爬月台的火車站 是在那邊的 然後你過去那邊 那個方式都是相當 我覺得是比較特別的 因為你是要在中山碼頭 搭船 那邊就是蒲口碼頭 對面就是蒲口火車站 然後後面那一帶 都是那些很舊很舊的 文國式建築 中山碼這塊 南京其實是必到的 加上如果你是遇到好天氣的話 你是可以看完南京的 南京城的 當然你可以去到紫金山那邊 因為 遺和路的話 昨天去了 今天是沒有去 只是去了總統府 其實總統府 總統是在總統府上班 然後那些高官要員就住在遺和路 然後總統和總統夫人就住在今天去過的中山寧下面的美寧宮那裡 說起美寧宮的那條鑽石頸鏈 其實為什麼叫它是一條鑽石頸鏈呢 因為美寧宮四周圍 它建造那些不同樹 它是有一個圈 然後還有 上下 應該是上下吧 這樣叫上下 兩條很長的延伸 你在這個 深秋時節的時候 它是會黃色的 加上美寧宮的屋頂 它是綠色的劉尼亞 所以你在高空那裡看下去 就是會變成像一條頸鏈一樣 是十分之漂亮的 那麼 美寧宮上面就是 明孝寧 明孝寧我這次就沒有去 我上次就去了 各位可以看回我去年去南京那段片 然後最後就是總統府 南京最有代表性的一個建築 總統府呢 其實是在那個 叫做 兩岡總督府 那個 位置那裏 整出來的 所以其實它很大裏面 所以其實在總統府那裏 那裏 你是要慢慢慢慢看 因為裏面實在太多東西了 不過呢 其實怎麼說好呢 我覺得呢 是我第一次來南京的時候 去的地方其實是最多 因為其實第一次來南京的時候 我是在這裏 玩了足足 應該是有 6天的時間的 對呀 玩了6天 那時候去的地方是去的比較久的 很多地方那些 去過的地方 是凍凍辣辣的 我也是去過 那麼 最後呢 就講一講其實 南京這個地方呢 其實真的挺值得一例的 首先它這裏 物價水平其實不算高 加上 如果你是喜歡吃東西的 這裏都很適合你 如果你真的不喜歡歷史 你對風景又一般 過來這裏吃東西都挺好 因為南京有很多小食的 它這裏有 很多很多很多的小食街 有興趣 南京的 又喜歡吃東西的 記得去 反正它是市中心裏面 很多小食街 其實正常來南京的話 比較多的都是去 去體驗它六朝古都的魅力 還有 尋覆一下文國那時候的足跡 好 今次就是這麼多 多謝大家的收看 明天又去過另一個地方那裏玩 到時再和大家 摘一下水 講一下 那個城市有什麼好玩 今次就是這樣 拜拜